郁姐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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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有范 我喜欢这种内心 好冷酷 一直低这头也不笑 太高了吧这个 王老师 你好 大家好 我叫李雪 来自四川成都 成都的女孩 今年28岁 是一个电竞酒店的老板 酒店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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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今天来到这里 是想带一个帕耳朵回家 帕耳朵回家 帕耳朵回家 那位是 那位是我妈妈 大家好 我是李雪的妈妈 莫洛斯好 你好 欧洲双认证全国销量领先 下面开始 君乐宝奶粉亲家宣言 当初我和李雪的爸爸 结婚是106斤 结婚29年 现在大家看我 我都快放40斤了 不过这都是幸福的指法 我的女儿呢不太听话 让她好好吃饭 她要减肥 已经很好了 不需要减肥了 让她生病去看医院 她一直拖着 未来的女婿 还请你在这些方便 好好地管教 这个交给我了 我和李雪的爸爸 只希望你们开心就好 谢谢 特别的民宿 现在可以打电话 大人 刚才你说的 你想找个拍耳朵 这句话有人明白 有人不明白 四川话就是怕老婆的 这句话你是当一个玩笑说的呢 还是真的是希望找一个怕老婆的 我们所说的拍耳朵 不是说在家里男生的地位比较低啊 或者这种不适 只是说可能相对脾气比较好一点 就是说他自己还是有自己的事业啊 挺有本事的 只是在家里可能对自己的女朋友 或者老婆会脾气相对比较好 然后比较温柔一点这种 对我脾气好 我脾气更温柔 说的是我 1号 酷 女嘉宾你好 你好 老乡 我们就是你熟生的四川趴耳朵 在外霸道总裁 回家就是一个乖乖鼠 小伙子 早都在表现了 所以你可以关注一下 然后他的厨艺也很不错 而且现在的事业期 属于是创业的后期 这是上升期 后期就是欢迎我跟你说 事业上的一些经验啊 或者是经历啊 你们可以做一些分享 好 谢谢 弟弟全使得很好啊 好冷漠 我就只有一个谢谢 看短片 你的梦有几层 叫我李雪 很有设计 一个电竞酒店老板 哇 很有个性 双面不温柔 性格不好惹 哇 大姐大 如果你不怕我 请跟我来 带你入梦 喜欢风 那就迎风招展 喜欢速度 就不会放慢脚步 喜欢冲浪 就在三亚开一家客栈 喜欢玩酷 就开电竞酒店 喜欢冲浪 就在三亚开一家客栈 喜欢玩酷 就开电竞酒店 在三亚开一家客栈 两个人的时候 恋爱大过天 三段感情 都逃不过封闭式恋爱 封闭式恋爱 他不喜欢我出门 那就一起二十四小时宅在家 他要去赴约 我就跟他一起去 世界仿佛只有我们两个人 没有第三个人存在 不可能只剩下两个人 世界那么大 互相的管控欲比较强 应该是这样的 虽然不是因此分开 但这样的相处 累人累心 我觉得要互相有 两个人的空间 感情中 总有一个 我到不了的地方 三段爱恋 都见了家长 都走到了 谈婚论嫁的阶段 可总是因为互相合不来 无解而终 三次都见家人 我都会在哪里 你也不像那一样 我不会在哪里 我才会在哪里 你也不像那一样 也是在哪里 我会在哪里 我会在哪里 我一样 我会在哪里 用来的 我会在哪里 但我会在哪里 我会在哪里 有没有人 你会在哪里 其实都是一种模式 那种封闭式的 你说了一个词叫 泪人泪心 这是你的感受 还是你们两个 共同的感受 应该是双方彼此的感受吧 因为我以前的恋爱 是一种相互 比较约束的一个状态 双方的管束比较多 然后24小时在一起 我不能接受那种 封闭式的恋爱 我现在还在想 可能年龄差距有点大 我可能不是喜欢这款 我估计这可能不是 他喜欢的那种 怎么会有人觉得 两个人整天黏在一起 才在谈恋爱 喂 喂 你好 我是三号 麻烦给我兄弟 三号兄弟 在年龄上不太适合我 我觉得还是在免登了 好 谢谢 女嘉宾是这样的 因为在年龄上 我的兄弟觉得还是不太合适 所以说不好意思 好 谢谢 你觉得需要调整的是哪一部分 可能就是说 我希望在我一段新的感情中 双方有自己的空间 相对自由一点 有自己一些的生活的这种 而不是像以前一样 所有的事情都一起做这种 这也是我这次来 就是说想打破的一个东西 每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段 其实都会有不同的变化 所以她现在偏向自由去挺好的 哇 阿姨 6号爆灯了 对 她现在偏向自由去挺好的 还可以 哇 可以啊 有没有反应过来 6号爆灯呢 6号 6号 孟爷爷 你好 爆灯的原因 女嘉宾 你好 我是6号男嘉宾 你好 我是一名医生 我觉得这一点 我特别符合女嘉宾妈妈的要求 我可以很好的守护你的健康 然后我对于你 就是比较排斥 以前的那种封闭式的恋爱 特别地赞同 因为我觉得在一起 首先是两个独立的了 才能更好地走到一起 然后就是 我挺喜欢你的 兄弟也重复重 我也有一个小小的好奇的原因 大多数女生从那个上场走到这来 很多笑得花枝招展 你是一直没有表情的 好冷酷 大家好 我叫李雪 来自四川成都 哇 阿姨 6号爆灯了 是一直这样的 还是有什么其他的原因 我是一直这样 就是我平时在生活中 也是在工作上呀 或者是才认识我的人 都会觉得我可能比较酷一点 然后不爱笑的那种 就很多人会说很高冷 但是我其实是在私生活中 就是和朋友呀 和男朋友一起的时候 还是比较小朋友一点的那种 慢热心的 不会给人感觉 一个男孩戴着这样的一个女孩 往外走一声不肯 如果穿一身黑衣服人家 又来了个女杀手 不会有这种感觉吧 会有吗 会有吗 还是可以会笑的 其实笑起来还是很甜的 对 而且我要补充的是 刚刚这女生说了 她希望成为她爱慕者的追梦人 其实你知道这翻个字 代表这个酷酷的女孩的心理 一定有一个特别特别柔软的视角 她的灿烂的微笑 一定会为她喜欢的那个人 而完美地绽放的 1号 女嘉宾 你好 你好 我刚刚在威斯拉里看到你 喜欢一些男孩喜欢的东西 机械性的汽车速度 然后我表哥也是 比较喜欢汽车改装一块 我有一个汽车改装店 所以我觉得她也是一种 一个比较喜欢追求自由的人 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关注一下 好好 谢谢 喂 你好 孟姨 我是5号男嘉宾 可以麻烦你帮我放一下公放吗 5号的声音 女嘉宾 你好 你好 我是5号男嘉宾 其实我也是来自于四川成都的 然后就是可能也是你口中说的 那种啪耳朵 因为我爸爸在家的话 是比较啪耳朵 非常听老婆的话 就是说什么做什么 然后其实我也挺喜欢 你这种酷酷的感觉 因为我之前的话 也是遇到过许多女孩嘛 这句话太减分了 她们也是经常也是追过我嘛 其实我不太喜欢那种感觉 因为我就是比较偏向于喜欢 对我高冷一点酷一点的女孩 好 谢谢 我是你5号男嘉宾 谢谢 4号 女嘉宾是这样的 我那个儿子呢 就是他前一段感情 其实他找的也是比他大一点点 然后他们俩在一起谈 其实也很温馨的 自己还租了一个房子 买了什么那个什么地毯啊 什么那个气层气啊 什么东西都是搞得特别温馨的 不 我的天 你妈妈到底要干嘛 但是那次感情她可能是真的投入了 她跟我打电话的时候 她一下子就哭起来 我都一下子很震惊 不能再说话了 妈妈 妈妈不能再说 后来她就是说出了这个事 我就我很心疼 所以说我儿子很重感情的一个人 你可以去关注我儿子 她这个不应该说 听完4号妈妈说4号的前一段感情 包括那些细节 你听完这些东西 你的感觉是 其实我当时的感觉是 在想一个男生 现在在那个后面是什么表情 如果我是你儿子 此时此刻只有一个感觉 尴尬无比 我正在喜欢这个姑娘 我正在试图让她喜欢上我 然后我妈在那边说我的前一段感情 说出这么多细节 什么表情 内心有一点点复杂 内心有一点点复杂 我是说她正感情 这是你的希望 我知道你的点 你说的重点在哪里 已经可能不出去了 可能不出去了 所以大家回想一下 我曾经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 讲起不分男女 我们在讲自己的前任 过去情感经历的时候 三个原则 不回避说 不主动说 不说细节 4号妈妈说了很多的细节 如果我对你儿子还有一丝好感 还喜欢的话 我想我喜欢的那个男人 在那一段感情爱得死去活来 在电话里面跟妈又哭成那个样子 两个人都共同经营了爱的小窝 那本情感到底有多深呢 算了吧 太难了 太难了 来 上去灭掉两盏灯回来 不行啊 不行啊 不会的 灭了我的灯 灭了我的灯 这就是妈妈惹的祸 好 来看一下男生的资料 1号 冯明强 34岁 餐饮集团董事长 5号 雷俊叶 22岁 传媒工作室合伙人 6号 林斌 26岁外科医生 立白天然喜护 守护你绿色健康的家 下面进入立白甜蜜情报关节 我们是冯老板的员工 有一次开会的时候呢 老板觉得我们下面的员工都好胖好胖 冯老板就说 我现在设置一个福利 每寿无金奖励500块钱 特意地把我们的秤放在财务室 我们只要掉秤的去秤 合格了 现场结账整轮 520的时候发现我们办公室 很多小姐姐都没有收到花 她就立刻下单 给我们每一个人都送了一些玫瑰花 就这个事情想想现在都觉得好感动 老大请你务必全力以赴 给我们带一个老板娘回来 加油 吓一吓 我儿子呢 从小时候 他就是一个很细心很贴心的男孩 三八妇女爹还给我和他的奶奶送了手链 很幸福 这次儿子小时候写给妈妈的 上面写的妈妈生 亲爱的妈妈 妈妈您放心 我会用我全部的力量去学习的 妈妈您已经很累了 也会在过节的时候 我给我发发红包啊 红包红包 我怕是从来都不会乱做的 女嘉宾欢迎你到我们家来 我一定会做最好吃的团菜给你吃 下一条 我的生活不是在医院就是在健身板 好帅啊 今天让我们来挑战一下大重量 四肢肯定亚铃划床 帅 来试试二百二十千克的褪局 我的天 不行我回去要挑战一下这个重量 李嘉宾希望你也喜欢运动 喜欢健康的生活方式 有请一号五号 本嘉宾由约会AZG推演 有请六号 有请六号 一号开始 你好 订阅 感谢 一号 以后 有请试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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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哥的这个表达让我看着都替他着急 其实他还有特别特别多的优势啊优点 但是他自己都没有说 我觉得无论是他目前感情的一个曾经经历的一个状况 还是他拥有一个很好的经济条件这样的一个物质的状况 我觉得都可以很坦白地跟女嘉宾进行沟通 因为我们充分尊重女性的立场上 同时也不要轻易地妄自菲薄 所以我觉得强哥要自信一些 要加油 5号 嘉宾你好 其实我之前的话也有一段封闭的恋情 就是每天腻在一起 后来发现两个人在一起 要给予更多的空间和理解 我觉得的话 两个人的年龄 其实问题不是太大 最重要的是一个人的心智是否成熟 所以说我越来越相信 就有一种东西叫做契合的灵魂 就是能够有人真正地理解你 和你快乐地活在当下 谢谢你 6号 李嘉宾你好 你刚刚一出来的时候我就觉得 你是我一直苦苦寻找的那个他 那我在生活中呢 我对于就不是特别熟的人 我也会比较的高冷 我觉得你跟我一样是一个比较慢乐的人 我觉得两个人里头最好的状态是 我拿我的游戏 你看你的剧 然后一起去吃个宵夜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 和你一起慢慢变老 我想跟你一起牵手走下去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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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句话就够了 我看他在选来选去 只有一号最后是他 小萍萍 你们一直在聊 好像从来没有把你们聊的内容 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阿姨一直在聊这个场上的男生的情况 就基本上好像除了一号 阿姨都通过了 所以他就在聊了 李雪妈妈三个男生当中淘汰一个 中间 中间那个 李雪你同不同意中间那个 我同意阿姨的选择 谢谢刘昊 港农餐蛋糕好吃不上火 下面进入港农餐蛋糕提问环节 来 最后一个问题问两个 我想问一下两位男嘉宾就是 如果我们第一次约会 有只有100块钱的费用的话 你们会怎么安排这次的约会 100块钱的一场约会 你来安排一下 成都的话 应该还是三顺相够宽展 巷子两个地点吧 100块钱够两个人吃吗 我的店是够了 老板娘怎么能花钱呢 这个回答比较好 我觉得的话 100块钱的话 可能会花40块钱 我们去太库里转一下 买两瓶奶茶 然后买两份臭豆腐 然后剩下的话 就送你打车回家 再在路边或者有花的话 想买一束花送给你 然后我起共享单车回家 我想和你一起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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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你要做最后的决定了 1号还是5号 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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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选择 5号男嘉宾 5号男嘉宾 就是我给他自己希望的 爱的味道一辈子忘不了 有请嘉宾进入阿道夫相爱空间站 我蛮般配的 两个人